今天的不少家长为了培养孩子呀,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 为了让自己的宝宝淫在起跑线上,这吃的用的都要是最好的,智力开发更是少不了。 父母呢,往往会给几岁的小宝宝报各种各样的早教班,什么音乐课、美术课、英语课。 这些课程啊,可不便宜,随便就是几千甚至是上万块钱,那至于有没有效果就很难说了。 实际上呢,有一种简单、省钱又有效的办法,能够促进宝宝的大脑发育,为将来的优秀表现打下基础。 哎呀,这是什么呢? 哎,我告诉您啊,就是跟孩子多说话。 早在1995年,华盛顿日报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研究发现,美国较富裕的专业人士的孩子,到三岁的时候,他所听到的单词, 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要多三千万个。 就是这三千万个单词,会造成孩子学习能力、社交表现和日后收入水平的差异,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哟,真的是这样吗? 没错,各种研究都发现啊,一个积极的早期语言环境,对孩子的发展是至关重要。 哎,说起来啊,大家可能还记得,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自己读的睡前故事。 那再或者呢,你已经是为人父母了,在教家里的小宝宝说话,对吧? 那么,如何通过语言交流,让孩子拥有更加精彩的人生呢?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本国外育儿好书,30 Million Words。 我们暂且把它翻译成三千万词汇的力量。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儿科教授,他发起了一项研究,希望寻找父母跟孩子语言交流的有效方法,填补词汇量带来的鸿沟。 那这本书就是研究结果的精华总结。 通过跟踪孩子的注意力,多用描述性的语言,鼓励孩子组织对话等等技巧,就能够让说话成为最好的早教方式。 怎么样,很不错吧? 所以呢,各位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内容。 相信听完这本书,大家至少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说儿童大脑的神经元像一根根独立的电线杆呢? 第二,为什么说语言能力对学习至关重要呢? 第三,如何增加跟孩子之间的对话呢? 您知道吗? 从小宝宝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听到的每一个声音,看到的每一个景象,还有每一种感觉,都会影响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在人生的头三年里,这些外界刺激的影响尤为显著,因为在这段时间,正是大脑神经网络形成的关键时期。 诶,我们的大脑跟身体其他器官不一样,在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发育完全。 这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是盖房子时候的草图,只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框架。 刚出生的婴儿,大脑当中有多达一千亿个神经元,不过它们就像是一根一根孤零零的电线杆,彼此之间还没有联系。 那么随着这些神经元逐渐地相互连接起来,宝宝的大脑功能也开始松松松松松迅速发展。 从出生到三岁这段时间,每一秒钟就会形成七百到一千个新的神经元连接。 这个复杂的连线过程呢,对每一种大脑功能都非常的重要,包括记忆、情感、运动技能和语言能力等等。 不过,婴儿最开始形成的神经网络往往是杂乱无章的,会产生过量的神经连接。 这个时候,大脑会经历一个叫做神经元减切的过程,一方面呢,把不经常使用的神经连接淘汰掉。 另一方面,把经常使用的神经连接进一步地强化、调整。 也就是说,神经网络的可塑性在三岁之前是最强的。 那么,为什么说这段时间特别关键呢? 因为啊,这头三年当中,大脑的发育会为之后一辈子的智力水平打下基础。 就拿语言学习来说吧,这要把一串一串抽象的声音,理解成有意义的信息,就需要很强的智力。 其实呢,婴儿的大脑就能够识别父母语言当中的具体声音模式,并且会强化这些神经通路,那么这为他们学说母语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神经元减切,孩子的大脑还会清理掉那些不常用的声音和神经通路。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之后在学习新语言的时候,辨别声音的能力就会有所下降。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年纪越大,学一门新语言就越难。 也就是说,学语言要趁早了。 没错,咱们接着往下听。 大家可能觉得啊,这个语言呢就是说话,但实际上,语言不只是潜词造句这么简单,它可以说是一切学习的基础。 从小就语言能力匮乏的孩子,之后的学习表现呢都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啊,如果一个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还不能够很好地把声音解读为相应的意义,那么在上课的时候呢就会错过很多关键的信息。 学习也就会变得更加吃力了。 这就好比你刚学了一门新的语言,然后呢用它来跟别人对话。 由于词汇语法还不熟,那对方每说一句话,你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分析啊,理解啊。 等到终于弄明白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可能这个话题早就变了。 你看,这样的沟通显然是没有效率的。 所以说了,语言是学习的关键, 而且啊,这里说的学习不只是理解词句,还包括了数学能力,抽象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等等。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人天生就有数学的概念,还会本能地估算数值。 咱们举个例子啊,在超市的收银台排队结账的时候, 我们不用多想,对吧,就能够马上地判断出哪条队更短一些。 不过呢,要想培养更高级,更抽象的数学能力, 就需要把这种本能跟符号和词语结合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数学也要依赖语言。 就拿奇数原则来说,我们在计算一组物品有多少个的时候, 通常都会用数数的办法,最后数到哪个数就是物品的总数。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很平常啊,没什么难的。 但实际上呢,这种能力需要我们理解数字、词汇和它们所对应的数值这三者之间的联系。 它对抽象数学思维至关重要。 不仅如此啊,抽象思维还会为孩子的空间感知和几何能力打下基础。 空间感知能力呢,包括想象三维物体旋转, 记住模型的细节,理解空间类比等等。 而这些能力对于学习科学、技术、工程, 还有数学之类的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语言能力对孩子以后的发展这么关键, 那么,父母应该如何让宝宝的语言发展有一个好的开始呢? 我们已经说过啊,这个语言能力呢,是学习的基础。 可是,具体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孩子在婴儿期的语言环境够不够好呢? 是家里的经济条件?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还是他们跟孩子说话多少呢? 1995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科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李斯雷 在经过六年的深入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 哈特和李斯雷,他们研究的是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父母, 如何跟他们的宝宝谈话。 每个月,他们都会到访参加实验的42个家庭,录下一小时亲子互动的录像。 等到孩子长到9岁的时候,研究者会开始了解他们在学校的表现。 研究者发现,所有的家长都会给孩子下指令,比如, 把玩具拿开,或者说是,这个不能吃。 不过对于那些靠救济金度日的家庭来说,父母跟孩子的沟通到这儿也就停了。 而收入和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就越有可能跟孩子继续互动。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记录了父母跟孩子说话的单词数。 结果发现,在领救济金的家庭当中,孩子每小时只能听到大约600个单词。 工薪阶层的孩子呢,每小时听到1200个单词。 而父母是专业人士的孩子,每小时可以听到2100个单词。 等到三岁的时候,出身贫寒的孩子,比出身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 在家里要少听3000万个单词。 这3000万单词带来了巨大的差异。 研究显示,在三岁之前,孩子从父母那儿听到的单词数目越多, 智力发育就越好,以后在学校的表现也越好。 所以说,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教育背景都不是决定孩子学习能力的关键。 愿意跟孩子说话的父母才是重点。 不管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如何, 只要孩子从小时生活在一个充满交流和对话的环境当中, 他们日后的表现都会更好。 不过呢,光是话多还不够,语言的质量也很重要。 孩子接触的词汇越多样化,他们学的也就会越好。 哈特和李斯雷的研究还发现,词汇的量变会带来质变, 父母说的越多,孩子的语言表达就越丰富。 虽然父母多跟孩子说话对他们大有好处, 但是啊,可能不少家长会为怎么说而发愁。 如果批评孩子,他们可能会不高兴躲进自己的小世界, 而过度的表扬又会让他们太依赖别人的意见, 自己呢找不到动力。 哎呀,那这么看来的话, 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才能够让孩子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呢? 首先,培养孩子的成长型心态。 在表扬他们的时候,尽量强调努力的过程, 让孩子明白,有智者是进程。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都能够通过努力来克服。 研究发现,拥有这种心态的孩子不会轻易地被挫折所打倒, 并且相信,能够通过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勇气达到目标。 1998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洛·德韦克 找来了128名五年级的学生,让他们解字迷。 在完成字迷之后,孩子们就被分成了两组。 研究者对第一组孩子说,哇,你真聪明。 而对第二组孩子说,哇,你真努力。 接下来呢,德韦克让孩子们再选一个字迷。 要么是跟第一个难度差不多的, 要么是比第一个更难的, 但是同时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那你猜,他们会怎么选呢? 在那些被夸聪明的孩子当中, 只有33%选择了更难的任务。 而那些被夸努力的孩子当中, 有92%的人勇敢地选了更难的任务来挑战。 换句话说, 努力组的孩子们拥有了成长型的心态, 这让他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新的挑战。 在孩子变得更勇敢的同时, 父母也应该更加地自信, 相信自己可以给孩子的智力成长带来积极的影响。 这样的父母更有可能给孩子提供有益的支持, 从而帮助他们开发出最大的潜能。 那这个具体要怎么做呢? 可以通过积极反馈的方式, 比如跟孩子说一些正面的支持性的话, 或者是多鼓励孩子用语言交流, 丰富他们的词汇量, 培养他们的社交技能。 所以说, 父母和孩子都要培养积极的心态和自信, 这样才能够为良好的沟通打下基础。 有了正确的心态, 还有什么技巧能够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呢? 别着急, 您啊, 接着往下听。 在这本书里, 作者给家长介绍了一些增进亲子交流的好办法, 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原则, 分别是频道一致, 多多交流, 轮流说话。 我们先来说一说前两点啊, 首先呢是频道一致, 这个意思啊就是说顺着孩子的注意力走, 比如说你的宝宝正在地上搭积木, 虽然你可能想给他讲故事, 但是更好的选择是跟他一起搭积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加入语言的成分了, 可以跟他说一说积木的颜色, 高度, 还有如果累得太高, 可能会有什么后果等等这样的话题。 就这样, 不用打断, 或者是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只需要跟他一起玩, 聊一聊他正在专注的事情, 就可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 您可能会问啊, 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婴儿的大脑跟成年人不一样, 在不同任务之间的切换, 没那么容易。 对于小朋友来说呀, 把注意力从一件事转移到另一件事上, 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 尤其是当另一件事看起来很无聊的时候, 他们就更不乐意配合了。 因此, 通过关注孩子正在做的事, 然后趁机进行一些亲密的互动交流, 可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我们接着来说第二个原则, 多多交流, 这个很容易理解啊, 只要有机会, 就跟小宝宝多说几句。 其中一个不错的技巧就是, 模仿婴儿说话的方式。 比如用很可爱的口气说, 小花花, 小兔兔, 当爸妈的可能也这样跟孩子说过话啊。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大人模仿婴儿这种幼稚的腔调不太好, 但是事实上呢, 这在语言学和心理学当中被称为是, 儿项语, 表现为音调更高, 速度更慢, 常用叠词等等。 儿项语对婴儿的大脑发育很有帮助, 能够更好地吸引宝宝的注意力, 帮助他们的语言发展。 斯坦福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啊, 婴儿在11个月到14个月大的这个阶段, 听到的儿项语更多, 那么等他们两岁的时候, 词汇量会比其他的孩子多出一倍。 所以呢, 在孩子三岁以前, 家长不妨多用宝宝的口吻跟他们说说话吧。 实际上, 多多交流带来的好处还有很多, 我们接着讲。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还可以通过下面三种方式, 达到多跟孩子说话的目的。 首先呢, 就是利用讲述, 把日常活动变成促进宝宝大脑发育的好机会。 要做到这一点啊, 很简单, 只要把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讲给孩子听就行了。 通过对事物的描述, 可以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的词汇, 并且强化这些词汇跟周围声音和物体之间的联系。 而最棒的地方在于, 这样随时随地的沟通, 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教宝宝学语言的好机会, 就连换尿布和喂奶的时间都能够变成同步教学的活动。 其次呢, 可以在聊天的时候引入脱离情境的语言, 这对孩子的学习能力很有帮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般来说呀, 小孩子最开始接触到的语言, 都跟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 这叫做情境化语言。 那相反, 脱离情境的语言是指那些跟现在的事情没有关联的事物, 比如记忆, 想象。 想想看啊, 不论是文学家们用笔撰写的故事, 哲学家们头脑里推演的逻辑, 还是科学家们大胆猜想的假设, 所有这些都不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 而是属于脱离语境的信息。 如果能够熟练掌握脱离语境的语言, 那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也会更好。 所以啊, 在跟宝宝说话的时候, 不妨多跟他们讲一讲过去的事情, 或者是想象出来的故事。 最后呢, 补充孩子的聊天内容。 要知道这个小宝宝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啊, 往往都是一个一个的词蹦出来, 句子呢, 也不完整。 父母呢, 就可以帮助他们补全意思, 让谈话的内容更加充分。 比如啊, 宝宝看见一只黑色的猫, 他可能会说, 猫猫, 黑,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帮他把句子说完整。 对, 小猫是黑色的, 你看, 他跑得多快呀。 你看, 这样一来, 不仅能够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的词汇, 还能够给他示范如何的组织语言。 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原则是轮流说话, 意思呢, 是通过回应孩子的动作, 声音和词语来鼓励他们说话。 哎呀, 要实现这一点最关键的, 那就是有耐心, 多给孩子一些时间, 让他们自己思考要说什么词, 而不是替他说出来。 虽然一开始, 你们之间的对话内容可能不多, 但是啊, 这能够真正的锻炼孩子的表达能力, 让对话慢慢的丰富起来, 给以后的语言学习制造更多的机会。 另外呢, 还可以多问孩子一些开放式的问题, 比如怎么样和为什么, 而不是那种只需要他们回答是或者不是的问题, 这样一来, 他们就不能够简单地用点头摇头来回答, 从而促使他们开口说话。 还有, 别忘了多给孩子读读故事。 在讲故事的时候呢, 刚好可以完美地实践我们刚才说的三个原则。 我们都知道, 读书和讲故事, 对孩子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其实呢, 只要再多花一点心思, 就能给孩子带来更大的收获。 首先呢, 讲故事的时候, 可以留意孩子对什么更感兴趣, 这样就可以在聊天的时候抓住他的注意力, 跟他保持频道一致。 第二呢, 可以跟孩子讲一讲书中的情节, 以及情节变化会给故事当中的角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的解释会帮助孩子理解故事背后的寓意, 这也是多多交流的体现。 那第三呢, 随着孩子的成长, 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重要。 这个时候啊, 家长除了讲述故事情节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看法, 让他和你一起讨论, 这就是轮流说话的应用。 我们已经说了培养孩子早期语言能力的具体技巧, 那么作为父母, 我们还能够为孩子的语言发展做点什么呢? 听我接着说。 除了给自己家的孩子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以外, 我们当然也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拥有更好的语言发展。 具体怎么实现呢? 首先, 国家和政府应该向全社会群体宣传早期语言开发的重要性, 把这种观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哥伦比亚大学国家贫困儿童中心发现, 全美国有3200万儿童生活在低收入的家庭当中, 而这个群体实现自身潜能的阻碍最大。 另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还估计, 对于生活贫困的孩子来说, 如果能给他们提供优质的早期教育, 每投入一美元就能够有7美元的收益, 还能改善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和成年后的生活。 所以说呀, 早期教育的投资至关重要。 不过, 除了政府的行为以外, 每一位父母都可以为填补孩子的语言差距做出贡献, 让更多孩子发挥出他们的潜能。 家长在观念和行动上的改变会带来连锁反应, 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比如这本书的作者曾经举办过帮助孩子语言发展的 三千万词汇教育项目, 其中有一位叫做詹姆斯的父亲受益匪浅, 在教育儿子马库斯的过程当中信心大增, 后来呢, 他把自己的心得和收获告诉了其他人, 号召更多的父母关注孩子的语言环境和早期教育。 正如詹姆斯所说, 热情会传染,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 我们可以为孩子的未来添砖加滑。 因此啊, 政府不仅要投资孩子的教育, 还可以给父母开设培训课程, 让他们成为孩子成功人生背后最强大的职称。 总而言之, 孩子呢, 并不是生来就聪明的, 而是他们的成长环境, 让他们变聪明。 每个孩子都有成功的潜质, 关键啊, 就在于早期的开发和培养。 通过营造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 充分利用宝宝三岁之前的超强可塑性, 让他们接触到丰富的词语和对话, 不仅能够培养孩子更强的沟通能力, 更会让他们在学习, 社交方面的表现更胜一筹。 嗯, 所以啊, 各位小朋友的家长们, 不妨尝试一下这本书里所提到的技巧吧, 多陪孩子说说话, 也多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无形当中, 孩子们会成长得更加聪明、快乐。